这里有我很多的回忆啊 不过最让我怀念的 还是学校食堂里的红烧肉 记得刚去美国的时候啊 天天想着学校的红烧肉 想得我都流口水了 那这样 阿姨 您下次来的时候找一个饭点 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 行啊 白敏 妈 魏丰 你们怎么在这儿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你们认识啊 白敏 艾蜜 我有事情跟你说 你先跟我来 叔叔 阿姨 你们先聊 我去找艾蜜 艾蜜 艾蜜 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不告诉我 他一直就在我身边 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你妈妈可能怕影响到你 所以他 影响我什么影响 魏丰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我 艾蜜 你别生气 我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是 我知道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机会 对 你可是我最信任的人 对不起 我一直以为 你在帮我找线索 但结果呢 你跟他们一起 合起火来骗我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一个笑话吗 不是 我怎么会让喜欢我的人 是一个笑话呢 是 我喜欢你 我从大一开始喜欢你到大四 我喜欢了你四年 可是在你心里呢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如果一份感情 连这点信任都没有的话 我不要也罢了你 我怎么会让你 今天是谁给你的勇气 是梁静如 你现在都会跟我来这套了是吧 跟你说正经的 你就真的不想亲自见见她 听听她的解释吗 虽然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她 但是今天真的见到她以后 我又不知道应该跟她说点什么 心里真的特别冷 我明白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没有办法逃避的 其实我都能感受到她对你的关心 我相信你也一定有感觉的吧 那为什么她这些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呢 所以啊 你更应该亲自去问问她 你说得对 我应该去见见她 让她给我解释几名 这些年我一直都想知道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说什么 鸟林片酬出演无处可逃 我是让你给这部电影做音乐制作的 不是让你去当演员的 况且你市场价值在这儿呢 你怎么想的 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热爱过一本小书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物的灵魂 所以我如果不去演的话 我一定会后悔的 但你别忘了 你四年前出演华岛的那部戏 现在豆瓣评分还是倒数第一呢 所以我才要去证明自己啊 佑芝齐 我知道你想转型 但是这个角色跟你本人形象差距太大 跟你的定位也不太一样 你现在的粉丝大多数还是女友粉和妈妈粉 我怕他们一时也无法接受你这么大的转变 人气只是泡沫 粉丝今天可以喜欢你 明天就可以去喜欢别人 悠悠姐 你比我更懂粉圈吧 那你鸟片酬出演这部戏了 你让我后面怎么给你接别的戏 悠悠 作为演员 最终能让人记住的终究还是演技 我一直在等一个我喜欢的角色 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 那你说 你有什么把握 就一定能演好这个戏 因为这是一部讲述 跟我一样患有黑暗恐惧症患者的故事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的痛苦 所以我愿意零片酬出演 而且我已经通过了试镜 我心已决 我拜托你以后做解定的时候 能不能跟我这个经节商量一下 爱咪 你爸爸的办公室就在上哪 去吧 听说你被车撞了 没事了吧 我喝你了 请少许的是怎么会 起来 iane Jasme 你的脾气一点都没变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国外自由开放 艺术氛围好 我现在活得可滋润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当时走的时候 我就决定不告诉你 现在 就更没必要告诉你了 我如果当时知道的话 我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那你也没有资格和他相认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为什么要去打扰他 我没想打扰他 我甚至都没指望他忍住我 我只想偷偷地看看他 跟他说说话 想知道他哭得怎么样 谁知道 就碰到你们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认出他了 因为他跟你年轻的时候 成的一模一样 艾米是个独立的好孩子 有爱心 从小就喜欢跳节舞 现在可以教孩子们 他过得很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想补偿他 都过去了 不需要你补偿 你记得吗 上学那会儿 你终于好看 你一样的 你自己去看他 他就会找他 有什么东西 你去看他 你去看他 你去看他